好,我們今天要針對上課的生活課程裡面 試著第一次打公共電話的經驗 對,那我們等一下會去火車站 火車站那邊有傳統的公共電話 因為一般來說現在手機很方便 所以基本上公共電話就很少 或是醫院,這裡要拿起電話 接通電話 然後要接通講電話 然後要放錢或是卡片 再來是播電話 好,所以你接接了以後就會 就可以準備準備要放那個錢跟電話 我們還可以試看看好不好 好喔,那我們就是去試看看 Let's go Yeah,我們現在在火車站 對 火車站的公共電話廳 我們現在來練習打公共電話 這邊其實也有跟你講 先拿起聽筒 放錢或插入卡片 然後打完電話以後記得要關掉 才可以拿零錢喔 這邊有退幣口 我們試看看 好,那我們這次打給我的電話 試看看 好,1先拿這個 2要投錢 然後再來是播數字號碼 然後再來是播數字號碼 要播數字 有播 好,我們把數字播好電話 看我手機有沒有 有沒有想 有,有響了 你看喔 好,我這時候就接 有聲音 有聲音 有聲音對不對 對 所以代表聲音有播通喔 嗯 這就是公共電話 對 好,那我掛掉囉 要不要再打一次給媽媽看看 好吧 好,再試一次 那先拿起來 拿起來 撥電話號碼 那要撥電話號碼 好,試看看我們撥電話號碼 好,那會不會接通 有通嗎 有音樂 有音樂 有音樂,那就是有通喔 喔,打給媽媽電話有通了 喂 喂 你說我是滾哥 滾哥 我在生活課 要練習打電話 我在生活課 要練習打電話 喔 啊,你說媽媽 你上班會不會辛苦 媽媽你上班會不會辛苦 媽媽說什麼 媽媽說會啊 喔 那你說那我們要去吃早餐喔 那我們要去去早餐喔 好,掰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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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把它掛掉咯 好,掛掉 那就成功了 成功了 沒有了 耶